Hello 大家好 我是飙飙 今天我想说一个 你们很多人都问过我的一个问题 无论是Podcast 创业课程的学生 又或者是YouTube Podcast 那边 都有人邀请过我的 究竟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适不适合节目低创业呢? 又或者适不适合Podcast 创业呢? 坦白说 今集的节目 我就没有一个大纲去说这件事 但是今集 我就想以一个 就是飙飙我自己 作为一个内向的人 我自己享过一年的 成功的Podcast 创业的经验 去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内向者 究竟Podcast 创业 自媒体创业 适不适合你呢? 所以如果你是脑海里面 曾经有那些担忧 疑问 不知道究竟这个副业 就是这个增加收入的方法 适不适合自己的话呢? 这一集我很希望你听完它 我相信当中的一些Q&A 会帮到大家去解答部分的问题 事不宜次我们立即开始吧 作为一个内向的人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不需要去强硬去逼自己 去 fit in 这个世界 相反 其实我们只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其实你都可以找到一个 很可观的收入的 因为我想作为一个内向的人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经历过 就是在一个职场的环境 很多时候可能你的同事 又或者你的上司 可能都会叫你 就是哪个哪个 你外向一点 就是主动一点 积极一点 但是其实内向的人 他并不是不主动不积极 只不过他们的主动积极 是以另一个方式去呈现 那这个呢 apply到做自媒体创业 当时我一开始 我已经很明白 譬如做一个YouTuber 这种方式 应该就不太适合自己的性格 譬如周边去访问人 又或者去拍Vlog 介绍一些食物 这种YouTuber 自媒体创业的方式 就应该不太适合我了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当初 我是很快就已经去订了 就是我可以去做一个 podcast podcast创业 而这个podcast创业的 就是经营的模式 其实都跟其他的 自媒体创业一样 是都可以同样去发展一个 成为夫业 去有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 因为podcast的特性就是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 用咪咪 你也可以做到节目 不需要去外面拍什么拍什么 又或者是他需要的 剪片的技能 技巧 其实是最低的 因为其实你只不过是有一个 audio 其实你已经去做到一集的podcast 而这个东西也正正是 更加适合一些本身有正职的人 因为你想一下 你剪一条audio 和你剪一条片 需要的时间 其实是真的差很远很远很远的 我剪一条audio 可能我只需要15分钟 半个小时 但是你剪一条片 你剪过片 你都知道 是真的以8-10个小时去计算的 而你想一下的work load都知道的了 就是当你已经要回一份工作的时候 而你亦都想在你的副业 保持着去有一个更新 对不对 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work load的要求的情况下 你自己去想一下 究竟哪一个的创业模式 是最适合你自己的性格 以及最切合到你的时间表 因为你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说是否sustainable 如果你不能够持续这样做下去 其实无论你是做一个youtuber 还是做一个podcaster 只要你不能够持续去创出 其实最终都会是失败收场的 你都见到很多的频道 无论是youtube那边 又或者是podcast那边 很多都出现了一个停更的现象 就是说一下就停止更新 所以我经常都说 就是开始一样新的东西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难的 但其实开始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而我们怎样去持之以行地 继续去定期定时去更新 这个才是最难的一件事 而这件事和你的workload 就有很大关系了 而podcast创业 正正我就觉得 是fit all the workload方面 因为我自己又要旅居 又要去旅行 另外就是作为一个内向的人 podcast创业 亦都是自媒体创业的其中一个出路 另外一样很多人问过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创业的主题好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方向的 尤其是是内向的人 通常内向的人 其实我们都会平时花很多时间 去和自己相处 就是独处 那独处的时候呢 我想你想回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做些什么多的呢 因为好像我刚刚所说 其实我们很多时呢 不要被这个世界洗脑 其实我们很多时呢 是不需要去强迫自己呢 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东西 又或者是觉得很辛苦的东西 去fit in这个世界 相反啦 我们喜欢做的东西 不如你尝试一下放大它一点 又或者是你擅长的东西 你放大它一点 看看可不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创业主题 就好像我之前说的深流的那本书一样 有些什么你在做的时候呢 你是会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吃饭 又或者是很专注的 专注到一个位置呢 就是你已经快乐不知是日过了 又或者是你一早起床 如果你是打算做那样东西的话呢 你就立刻觉得 现在早点起床呢 都没什么所谓的 那因为这个情况呢 就是上班通常都不会发生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啦 如果有一样东西 是会令到你有这种感觉呢 就是觉得 我早起床都没所谓的 可能呢 在累累的情况下 我都可以继续做的 都没所谓的 那无论这件事呢 你现在觉得有多奇怪 又或者可能其他人没有兴趣 你觉得也好 但其实呢 每一个兴趣 每一样东西呢 都有它的受众的 只不过是 你怎样可以找到一个系统呢 去把它呢 包装成为一个呢 产品又或者服务 那这个呢 课程里面我会讲到更详细啦 那但是 这里我想讲的就是 作为一个内向的人呢 其实我们呢 有一个特质呢 就是通常呢 通常呢 通常内向的人呢 是会比其他人呢 更加明白自己 喜欢和不喜欢些什么的 那而我现在呢 那我现在呢 不是叫你去改变自己 去fit in 我现在呢 是叫你去放大 你擅长的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 那我相信呢 这个呢 应该是比起 逼自己fit in 是容易很多的 用这个方向 去找出呢 你的创业主题啦 第三个呢 Talk 3 的问题呢 就是 有人跟我说呢 就是 我是内向的人 我不懂呢 做销售的 那如果你做得 节目底创业呢 那你都 在 the end of the day 你都会有一个 付费的产品 又或者服务 那你呢 都会想叫人呢 去买你的产品 买你的服务 去帮顺你啦 等等 那你们就担心 就说 啤啤 我很内向的 我不懂呢 怎样去做一个销售 我不是呢 一个销售的人 那我现在呢 就跟你说啦 那大家 觉不觉得呢 啤啤我呢 我自己都是 作为一个内向的人 究竟 你觉得呢 我有没有曾经 很厉害过你们呢 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啦 但是我自己呢 就不觉得 很厉害的 只不过 我都是想用我的频道呢 去集合一班呢 跟我一样 有相同的兴趣的人 在我这条呢 发展兴趣 又或者是 学习的路上呢 去一同去进步 一同去前进的而已 那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这个 mindset mindset那里呢 其实不是说 别人要买你的产品 你要去做一个 销售市 去销售别人 去买你的产品 其实这个mindset呢 不是这样的 你要有的mindset就是 因为我现在有这个兴趣 我开一个channel 去分享我的兴趣 而在过程当中呢 我想召集到一班 和我志同道合的人 去一起在这个脑上呢 继续去前进 如果他们想 join 就是好像你根据吸引力法则 那你同频的 就双级咯 是不是 你价值观一样的 那你就双级咯 但如果其他人是 哦 他没有这个兴趣的 那其实他根本 就不是你的target audience 就是我们是不需要 永远都不需要 去hard sale一样东西的 其实你自己想回 你平时的购物的模式 其实你都会感受到的 就是有时呢 我们想去买一样东西 如果那个人呢 是很外向的 很扯的 很hard sale的 其实你都未必会 跟他买的 就是销售呢 没有大家想到 可能是很energetic 要很有passion 那这样 其实passion呢 跟你的表达的方法 那个语调呢 未必有很大的关系 只要你说的东西 你达到的价值 那个message 是言之有物 就是人家是认同 你的价值观的话呢 其实就很自然 会建立到一个信任 那我想呢 相信呢 大家买一样东西呢 他都会想和一个呢 他信任的人去买 所以大家看到吗 最好的销售员呢 其实从来都没有说 一定要是外向 又或者内向 又或者是 性格 根本就未必好关系 又或者反过来 可能内向的人呢 反而比外向的人呢 是更加有一个高的观察力 去知道 什么对他的观众来说 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这里想大家扭转 一些思维啦 就是 大家不要经常说 那些什么 我没有一个呢 做sales的性格 就是 其实这里是没有这件事的 没有一个所谓的sales格 是没有这件事的 相反啦 你闻到一些那些呢 那些全烧味 你都走不到啦 是不是 那这个呢 又是啦 课程里面呢 我会有一个单元呢 去特别去教 一些内向的人 又或者全部人 就是 怎样可以呢 去有系统地去做一个销售啦 完全不需要呢 是一个外向的人呢 才做到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 即是内向的人呢 是一直都因为这个问题 而不去开始 做自媒体创业的话呢 我很希望呢 大家克服这一点啦 最后呢 我就想大家 当然是呢 行动啦 是吧 不要再去想啦 不要过讲字啦 你装不装课程也不要紧要啦 但是 先试啦 即我们做不做一件事呢 经常都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 这件事 如果我做了的话 最悲惧的情况会是什么呢 最悲惧的情况 最坏的打算 会是什么呢 如果你都可以承受到这件事的话 那为什么不 送一个方法给大家 叫做333法则 333法则就是什么呢 就是 第一个三 用三个月的时间 去想想你想做些什么 你想做的主题是些什么 又或者是看很多其他不同的频道 哪一个频道是你觉得 最表达到你自己 最适合你自己做的一个主题 第二个三 就是每个礼拜 最少用三天的时间 去做一些跟你现在 你想做的可能是podcast创业 做一些相关的东西 可以是做一些资料搜集 听一些相关的资料 例如是你现在听着比比我这条片 都可以是资料搜集的一种 好了最后一个三 就是你每一次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起码用三十分钟的时间 这个就是那个333法则 如果大家真的有心 去想开始做podcast创业 节目看创业的话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鼓励到大家 因为比比我自己 都是一个内向的人 那我不希望这个内向的性格 会是阻碍到大家 在人生路上做任何东西 其实不单止是 自媒体创业的 不希望一个内向的性格 会阻碍到大家 做任何人生的决定 都是那句啦 想一下最最坏的情况 是什么 最话的情况是什么 如果都是呢 自己可以承受到的 那 go ahead 人生说多些yes 说少点no 有兴趣podcast创业的 按下方的铃铛去看看吧 我是比比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